16号一早手机警报大响 追着全台正清流地动 花林这里渔潭监视镜头猛烈摇晃 无名也出现大量连衣 台74线快速道路右侧这辆大货车 猛烈左右摇晃 16号上午7点35分 花林外海发生瑞士规模6点3地震 天空黑压压一片群鸟乱飞 几乎遮蔽半片天空 网友说好恐怖 难道是预告异象发生吗 中央气象署证实 2024年至今台湾规模5以上的地震 已经超过50个 看往年相比确实比较多 相当靠近0403的那个镇样 未来大概三天不排除 有可能会发生5.5的地震 这项署进行地震参数更新条件 将6.3地震归类在0403余震当中 学者认为近期余震频繁 更要留意的是琉球海沟 上一次发生强震是在1920年瑞士规模8 再往回推1815年 也曾经发生规模8强震 间隔105年 依照这样的周期 下回很可能在2025年 再度发生强震 我们一般断层去到地下10公里左右而已 海沟继续断层 是往下一日到地底下50公里 发生规模很大的地震 台湾外海这一段 可以顾着地震规模会很久 机会不大 但是不是不可能 学者认为流出海沟 强震周期接近 虽然目前只有一个间隔可以参考 还是要提高警觉